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汤建民 欢迎收看《慈记历史一周》 先带您关心 这个礼拜世界发生过 哪些重大的事情 2006年6月19号 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正式动工 使挪威政府在北冰洋的 斯瓦尔巴群岛永久动土带区 建造保存全球农作物种子的储存库 可以储存450万种作物 约22.5亿颗种子样本 这个工程得到 联合国农粮组织的支持 被称为是全球农业的诺亚方舟 防止人类面临大规模灾害时 永远丧失某些粮食的基因 1961年6月23号 南极条约正式生效 目前共有50个国家签署 约束各国在这块地球上 唯一没有常驻人口大陆上的活动 条约主要内容是 南极州仅用于和平目的 促进在当地进行科学考察的自由 也促进因科学考察的国际合作 同时禁止在南极进行 一切具有军事性质的活动 也禁止盒子施舍和处理放射物 1971年6月23号 国卫生署宣布 全面进入DDT 台湾光复后 为扑杀虐文 从1952到1958为期六年 全台湾三分之二以上人口 都涵盖在DDT喷射范围内 甚至用来处理投尸 到了1960年代 科学家发现 DDT具有神经毒性会破坏生态 带来长期缓解荷尔蒙的危害 提高癌症发生率 1971年才全面禁用 1998年6月24号 台湾肠病毒71型大流行 造成数十万人感染 重症病例405人 更有78位以上儿童 并发脑炎废水肿死亡 专家研判 当年天气高温少雨 容易使得肠病毒71型基因突变 加上都市人口稠密 助长近距离飞沫 与接触传染 才会酿成重大疫情 1998年6月19号 花莲慈禁医院 日间照护及护理之家 清安居正式开办 服务机能退化 但病况稳定 出院后仍居住家中的长辈 不同于一般疗养院所 清安居只从白天到傍晚5点 之后让长者返家 就是所谓的日间照护 除了花瓷 大林和台中慈禁医院 也设立清安居 减轻小家庭护单 2014年6月19号 慈禁加拿大多伦多 知会推动 接应在源头计划 向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 申请主办公民入籍典礼获准 与多伦多华侨文教服务中心 举行首次典礼 期盼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时 就能认识慈禧基金会 了解非政府组织 手心向下助人 提升生命品质 2014年6月22号 移民署委托慈禧人营会 举办议诊 当日议诊团队 到宜兰县南方澳第三拍卖鱼市场 为境外雇佣的外籍鱼工 见解视力内科中医 皮肤与牙科等项目 主要因为移民署考量 许多远洋渔船 境外雇佣的外籍船员 身体健康的监控状况 不如其他国内 重界引进的外籍船员 一样受到照顾 从刚刚的单元可以看到 环境跟人是息息相关 包括设立全球种子库 定立了南极条约 都是在保护粮食物种 以及避免世界尽头的净土 受到经济活动的过度干扰 而磁剂子的环境 除了大乾坤还有小乾坤 人心的调和 小到自身家庭 扩及到社区跟社会 随着高龄化社会的来临 加上医疗不断的进步 台湾患有慢性病及工人障碍的 引发族的人口增加 长期的照顾问题也随之而来 影响到家庭的生活品质 社会上开始出现一种负面的声音 认为老人是家庭的负担 社会的问题 但是正眼上人始终认为 老人是宝 累积岁月的历练 是活字点 是维系家庭情感的良柱 提倡最好的养老院 那就是自己的家庭 让长者享有天伦之乐 也继续发挥他们的价值 1998年 国内还没有任何的医疗机构 专门规划一个单位 来照护老人的时候 花莲的慈禧医院 就成立了清安居 希望让老人平安地度过每一天 让家属有喘息的机会 提供的是老人跟慢性精神疾病的 日间照护 不但减轻了子女 照顾父母的负担 也倡导子女 为父母尽孝道 在下班之后 将父母接回家 同享天伦之乐 清安居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家 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路过旁取暖 回忆青春 能回忆到老是幸福 而当记忆迷路 失智朗人 待坐是他们面对生命的姿势 等到这个额叶区破坏的比较明显的时候 它其他东西都呆呆傻傻的 可能坐在那边就不动了 不是不会动是不爱动 把它放在角落的话 它永远越来越退化 就是到后面就是 就这样子 连意识都没有了 连一点基本的尊严都没有 它什么都不能 花莲慈基医院日间照顾 继护理之家清安居 于1998年6月19号正式开办 简言之就是日间拖劳 照顾失智老人的日间拖务所 在当时还没有任何医疗机构 专门规划一个单位照顾老人 有人在哪里说 阿淑夫 主持人 哪里无爱 但老人家里就是养老最好的环境 因为他有儿孙 可以围绕在身边 有人都会跟我说 我每天都要上班 我也没用党和兼顾 假如父母需要人照顾 我们又就有 弄一个日间照顾的 这样的环境 下班又来接回去 最起码天天都可以 享受天伦之乐 每天早上八点 交通车接送 阿宝走 不要全部进来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来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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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安区每个环节都为了体贴老人 专门设计 日间照顾的内容 除了帮长者 打理餐点及大小琐事 一 二 三 他吃起得很棒 还结合复健科 让他们想起运动 拉回来 参加一些团体活动 会去刺激他们的脑部 有些病人他 平常你跟他说什么 他可能会没有反应 但是这种活动 做久了以后 他会有反射性的一个动作在 看到球 可能脚就要踢 或者说 手就会有反射性的动作 会去接球 每周还有一次医疗会议 由身心医学科医师 召集清安区医护人员 讨论每一位长者情况 失智老人 每个人都不一样 会有更深入了解 才能找到适合照顾方法 照顾长者 还有一群最得力助手 就是刺激志工 就会让他们心情开朗 要高兴 天天哈哈大笑 身体就会健康 看他会只能感到 自己在身边 刺激志工 那你哪有想要去吗 要去吗 我今天拜五 去拜他就会成功 我觉得这个是对一个人性 对一个老年人 他很多地方都坚固得很好 回到處裡 還可以當地鄉修天倫一路 感覺起來 這樣就比較安心 老人 他就是早過一世人 幾十年放鬆睡覺 幾十年的時間 為家庭、為社會 都總有貢獻 老來也應該要 和他有一個 這種的貧窄生活 多少人曾愛你 青春寬敞的時辰 愛慕你的美麗 加以我真心 只有一個人 還愛你虔誠的靈魂 愛你 長老的臉色的久溫 十八年前 花蓮65歲以上 老年人口約三萬五千人 如今已增長到四萬四千多人 佔人口數 百分之十三點二一 高於全國總平均值 百分之十一點五三 人口老化 接踵踵而至的是老人安養 老人照護等等社會福利變革 但老人 絕不是社會問題 你的歌 談到清安居 除了剛剛提到的這些地方之外 遍布全台灣的慈濟環保站 也是年長者的好去處 這些被暱稱為環保菩薩的老人家 在環保站裡面 能夠找到年際相仿的志工 做環保跨家常 把環保站當作第二個家庭 有些人甚至全年無休 不論是刮風下雨 連過年也心系環保站 更走進了社區 他們也化身為環保老兵 收集回收物 常跟民眾打成了一片 守護大地的老志工 他們在環保站 能夠安身也能夠安心 帶你們來看看 這另類的清安居 環保丸童聚會總是趣味橫生 永遠有收不完的故事 師兄說我剛才沒有爬上 他說那個人 錢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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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人幾乎都去做 那天就是 你忙到鄉人的手 很開心 他幾天回來了 他又出不去 不是 婆媳在環保站碰面 還能增進感情 其實我很開心說跟我婆婆這樣一起同行菩薩道 那我跟媽媽說 你出來做主桌 我唯一的就是 以前我在家裡我都有本餐吃 現在 他都做到吃飯 我都回去我都要自己看 然後就在家裡 來就幾乎做 幾乎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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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身體 在痛苦 不知道 在慈濟的環保世界裡 唯一的婆媳問題 就是時間不夠用 話題聊不完 以前她的任務就是我們下班 就是跟我們說 她在痛苦 帶我來看她 現在 現在不是 是回去就跟我說 我去環保站 今天有什麼事情 大家媳婦 大家在做主桌 一定有很多話在說 我們好開心 慈濟環保健 就是這樣的一個 能讓老人家安心 讓家人安心的地方 安心的人來 我們主要保持 是有的在開銷 我們酒瓶瓶瓶瓶 人家都需要 都有東西 來到這 看婆娘就變成黃金 他們在這 能找到年紀相仿的 聚工化家常 他們的風範 更是後輩學習的標竿 第一次我看到這個 我真的都無從下手 看到這個 頭都暈了 看這些老古早 連這個口罩都不用戴 就在那邊做 我真的 佩服佩服 你有成果 感恩我們 最年從這個起床 找到老人 台北的人生 請到一個大家的電話 找到大大人生 請到這個後頭處 在正言上人的號召下 老聚工一旦走出了環保站 就沒有停下腳步的打賽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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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說的話 不但垃圾增加 而且會造成我們的地球 垃圾太多了 這個東西是沒有辦法 古化的 八十多歲了 老婆沙拉願意這樣做 這樣菩薩行 真的 我們真的很感動 對啊 每一個角落 每一個動作 都是一段 精彩的漁灰 吃感恩 謝謝 謝謝 OK 可以 謝謝 花風下雨我也去 穿著魚撐著魚傘 一天跑兩三趟 真的 終於無阻了 反正 垃圾車出來 收垃圾 他就輸了 以前我是憂鬱症 走過來了 反正我有這個做就很好過 真的 真的很健康 心裡 身體 有感覺很健康 有時候 這個大樓都 那個 食材 一些裡面的 那個什麼 吃也蠻不錯 大姐你好 會不會冷啊 什麼的 很辛苦 很幸福 我說很幸福 會做到福氣 不會做福氣 我就說這樣 來 來 來 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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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去 那 去 你 去 你 去 去 去 改变于畅销小说的美国好莱坞电影《我想念我自己》 由知名演员朱莉安·莫 他饰演罹患早发性阿兹海默症的大学教授 电影当中描述发病后 患者跟家人对于疾病工作跟家庭的痛苦挣扎 阿兹海默症就是失智症的一种 记忆会逐渐被疾病来吞噬 忘记最亲的家人最后连自己都不太认识自己 在漫长的恶化期间 不止患者身心难受 照顾的家属也饱受煎熬 大林慈悸医院从2012年成立了失智症中心 同步深入的社区举办讲座 让长辈认识失智症 也开办记忆门证 结合了医师 社工跟心理师 凝聚家庭的亲情跟力量 多年前一场中风 让温阿姨醒来后只剩下零碎的记忆 总惦记着的孩子困在记忆里的最底层 小民 小民到大陆 到什么地方到什么 我 我不记得了 不记得 都是来自于这个海马体 海马体就是在一个我们念叶比较深部的地方 那中风的话就是可能不同的部位都有可能 这个得到这个病之后它会一直恶化下去 那只是速度快慢的问题 失智的这个中度的时候最辛苦的事情 应该是长辈会开始产生很多精神行为症状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问题行为 那这个问题行为其实是对照顾的人来讲 是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最辛苦 也是处理起来最困难的部分 失智患者未来要面对的 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遗忘 将近90岁的林老先生 失智后是孝顺的子女 拉开老先生关闭的窗 带尽阳光 父亲现在用一种方式很缓慢地跟我们道别 而且你看他一天一天再变化 这个就是无常 我们就赶快尽量是说能够把这个病 让它稳住 让它生活品质好一点 让我们看得越久了 对喔 那是我们的幸福了 爸爸因为妈妈跟我们唱这条 我都不知道什么艺术 你不得干水滑天 我以为那就是那一天在路线 卡拉斯就是在背 那就是 厌压 那个时间到了 那就是这样的地方 就在这边 好 那我们的孩子 那帮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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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孩子 那帮那边 手抗的 像这条歌 都在这边 哈哈哈哈 快走 走走 世卫组织报告 全球平均每4秒 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 国内失智人口约17万人 随着人口老化快速 台湾失智症协会预估 未来50年内 失智患者平均每天 已增加38人的速度成长 我已经对你尽心尽力 为什么你还要对我发脾气 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子 用一种莫名其妙的 一家之罪一家之民 灌在我头上 然后造成很多很多的无奈 往往这个主要照顾者 都是同一个人 这同一个人 他身上就会有一个 所谓的慢性压力存在 久而久之会产生很大的无望感 所以现在往往到后面 就会产生一些忧郁症 焦虑症自律神经失调失眠 照顾者身心俱疲 台中慈激医院 开办失智症身心及家属支持门诊 提供照顾者如何和失智患者相处 改善照顾技巧 叮嘱药物治疗 也引导照顾者释放压力 透过专业咨询和支持 改善生活品质 大龄慈激医院也从2012年成立失智症中心 开设快山门诊 一天就能够诊断出是否罹患失智症 免除长辈来回奔波 由医护团队深入社区 为长者举办失智卫教讲座 2014年开始的记忆门诊 更不只是医生为病患看诊 还结合社工和心理师 了解家属的照顾问琪 全方位照护失智症家庭 我就只烦恼说老人 不知道当中要走 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去背叛 参加病的后就是 听人说人怎么照顾四大人 对我妈妈来说 我们是说人数多在那里 在附近互动 她感觉会更开心 高雄慈济人医会 开办记忆保养班 设计课程 希望助于延缓长辈退化 来这里 有和人说话 有党员也不一定拿去 打太鼓也在课程当中 胡络脑神经之外 也增进两代互动 厂造服务 是异常所谓的照顾革命 台湾其实比较让人担心的是 这些服务是不是能够长得出来 没有人 因为没有人要做这个部分的事 尽管长照法过关 但人力的短缺 让现行的照顾体系 破了一个大洞 每个人都会老 每个人都需要被照顾 食指不全然是充满 难以喘息的照护责任 找对方法 善用民间支持性资源 在食指的单行道上 依旧能拾起亲情的典力美好 尊重长辈 营造美好的高龄化社会 让这旧时代的智慧 成为滋养新时代的养分 持续历史一周 带您跟着世界的脉动 感受跨时代的真善美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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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